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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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鲸魚呢 在大海裡面悠遊 然後旁邊呢 還有可愛的水母 還有小螃蟹 我們今天要讓大家呢 回歸海洋的懷抱 甚至呢 有一種好大自然的感覺喔 沒有錯 今天呢我們的成品呢 是跟鲸魚有關係 我們把鲸魚呢 放在海洋當中 甚至做的野胸渲染的方式呢 五彩繽紛的 讓你看的心情跟著變得好好喔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手作老師 杜杜老師 大家好 我是杜杜老師 好 我們要請老師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用的材料 今天用的材料是 水 水彩 然後筆刷 筆刷是水彩筆 然後抹布也一定要準備 還有我們要黏合的是膠 紙膠袋跟白膠 然後還有這個噴瓶 噴瓶也要幫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在暈染的時候會使用到 我們主要使用的就是這個水彩紙 一定要去美術專門用具的地方 買這個水彩紙 在暈染的時候 我們呈現的色澤會比較好看 你要用一般彩色紙 圖畫紙 也都可以試試看 可是效果的話 我們都可以自己去實驗 這一張後卡紙我們等一下會使用到 是金魚的底色 對 不一定要用黑色的 你可以選深藍色 或者是其他深色色彩都可以 那我們先來畫水彩的部分 水彩一開始 我們會先在塗畫紙上 就是做一些噴水的動作 讓紙張比較濕潤 我們在暈染的過程 就會比較自然 不用噴得太濕 就是大概均勻的每個地方 噴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來 會用到這個大的筆刷 我們今天要畫的就是 彩虹色金魚 所以我們會準備七個顏色 就是彩虹的顏色 紅 橙 黃 綠 藍 電子 所以像我們今天用暈染的方式 顏色五彩繽紛的話 其實打底就變得比較重要了 比方說你的底色呢 都不要是單一色系 你不要只畫一兩種顏色 我們顏色盡量大膽豐富去濁筆 對 那我們一樣會從淺色開始染 其實就是彩虹的顏色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照著彩虹的順序 去做暈染 我們可以自己去發揮 比方說現在畫的是直線條的 那我可以畫曲線甚至可以打橫去畫嗎 沒有錯 這些創作方式是自由的 都可以自己運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去暈染 甚至有些小朋友可能很喜歡畫圈圈 他就不斷地畫圈畫圈畫圈 不同顏色的圈圈 那也可以 那我們就是邊創作然後邊想著 我們應該想要畫什麼樣子的鯨魚也OK 那在染的時候啊 不用調的太水 我們可以讓顏料濃一點點 因為顏料在等它乾了之後 顏色會稍微再變淡一點 不用擔心 加上我們剛剛有使用這個噴瓶 就是先讓紙張濕潤了 所以它顏色就相對 在紙張上也會做一個調和 會變得比較淡 我把剛剛乾的部分 再做一點噴散 最後一個顏色是紫色 像是這樣有點漸層的感覺 這張作品其實 用一張紙就可以去完成它 那當然你要去暈染更多 喜歡的顏色也是OK的 那等暈染完之後 我們放到一個地方等它帶乾 然後我已經有先準備好 就是帶乾後的紙張 它大概乾的時候會是這樣子 就是顏色會稍微再淡一點點 那我們會在背面 去做鯨魚的創作 那在畫鯨魚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網路上找看看 自己喜歡的鯨魚的圖片都OK 就沒有一定要畫什麼樣子的鯨魚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是用剪跌的方式 那我們在背面畫鯨魚的時候 剪下來其實會是反過來的 所以你要注意就是 你想要的方向是哪一邊 假設說我想要讓鯨魚游向左邊 那我的頭可能就是要先畫右邊 這樣子 所以就像照鏡子一樣 它其實有點會反過來的 所以大家其實在構圖的時候 你要記得你的構圖要跟你想像當中的 要相反 而且我們盡量鯨魚可以畫大隻一點 這個鯨魚其實就是要看你 這個買的卡紙的大小 我們去做創作 那大概會是這樣子的大小 那畫完你覺得OK的鯨魚之後呢 我們就來剪下來 比方說我們稍微打過草稿之後呢 我們再去畫鯨魚 再把它剪下來的時候呢 你的形狀可以比較好掌握啦 因為有些小朋友可能想說 沒關係我就要直接下去剪了 我沒有要打草稿 那麼當然出來的鯨魚形狀呢 可能就沒有你想像當中的那麼的生動 所以這時候呢還是建議大家呢 盡量還是先下筆打個草稿 好 我們剪下來的鯨魚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先放在紙張上看看 很漂亮的一個漸層的顏色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鯨魚的肚子它是白色的 所以我會再把剛剛我有畫鯨魚的 嘴巴的部分把它剪掉 因為我們等一下肚子啊 會用另外一個白色的紙張去做平貼 剪掉的話會是呈現這個樣子 對 那我們一樣用剛剛就是有剩下的這個字 然後是另外用白色的部分 再來先用紙膠帶 把鯨魚先稍微固定在白色的紙上面 這樣子 不要讓它跑來跑去就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畫鯨魚肚子的部分 照著剛剛剪掉的地方把它補回去而已 對 再來把它沿著你畫的線剪下來 所以我們不用特別再去準備另外一張白紙 只要就是照這個樣子 然後剪下我們要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鯨魚的一個肚子就完成了 因為它已經剛好已經固定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用雙面膠 直接把它貼起來 待會兒就可以直接黏上我們的畫紙 所以像這樣子鯨魚其實直接是一體成型耶 同一張紙你可以做到它的正面跟反面 它的肚子還有身體 好 我們用到一點白膠 把邊邊沒有黏的地方貼起來 因為雙面膠它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完整去貼合到這種有弧度的角度 那我們也必須在這種有弧度的地方沾一點膠把它貼起來 好 我們就把鯨魚擺放到我們想要的這個位置上 我想要的鯨魚是有點朝上游的 再來把剛剛黏的一個固定的紙膠撕掉 好 我們主要的鯨魚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是鯨魚的它的棋 鯨魚 游泳的時候的棋 一樣 我們是拿桿桿剩下的一些紙 繼續做創作 那棋的話也可以稍微構圖一下 你可以用不同的顏色去做它的棋 不一定要完全同一種顏色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畫了兩個棋 直接把它剪下來 當然大家也可以在同一張這色彩質上面的畫好所有鯨魚的它的每一個部位 然後你統一剪下來之後呢 你只要把它拼貼上去就完成了 你就不用畫一點剪一點 畫一點剪一點 你可以一口氣把它通通都畫完 再通通把它組裝上去 對 這樣子也是滿過癮的 然後我們再來把棋的位置擺上去 好 貼上去的時候要稍微去壓一下 讓這個交貼合 那我們一樣 這些剩下的紙 就可以運用在各種海底動物 例如說小魚 或者是一些螃蟹 去做排列組合 你可以看你自己畫面去需要什麼樣的動物 然後自己去剪 我可能會畫一些小小的魚 在旁邊和鯨魚有來有去 那就是直接在背面做創作 不用擔心畫錯的問題 就算畫歪了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剪的過程 其實是可以去稍微修整一下 我們畫的時候的那個形狀 甚至是你可以用 在畫的時候用剪刀自己去任意改變造型也可以 沒有一定要按照就是自己原本畫的樣子 我們都是利用其實色質剩下的一些空間 來做創作 所以如果說你原本畫的色質 就比較大張的話 你剩下的空間比較多 你可以發揮的創意也會跟著比較多 我們就不用再另外再準備另外一張色質再重新上色了 沒有錯 就是你畫的染得越大張的話 那你可以運用更多的地方 然後自己去做創意 像我就是剪好魚的部分也不要先貼 我們可以就是排列自己喜歡的位置 到最後我們在就是鯨魚的周圍去做裝飾 因為其實我們主角是這一位鯨魚 對 那剩下還有很多的顏色 我就來做一些像水母啊 其他的動物 比方說你可以想像一下海底世界 你有可能會看到的海洋生物 像是我們畫面當中的小螃蟹 然後呢 甚至你看看啊 有一些海藻啊 然後珊瑚礁啊 然後漂亮的水母啊 這些構圖呢 都會讓你整個畫面更加的豐富 你可以想像更多 比方說呢 你可能還想要做一個小章魚 都是OK的 你都可以把它剪下來 然後最後再拼貼在我們的畫作上面 對 那在做水母的時候 我是分兩節的方式去創作 就是水母 然後還有水母的身體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先剪一下水母的頭 這時候大家也可以稍微抓一下比例 比方說你的鯨魚其實已經佔了 絕大多數的畫面了 那其他的 比方說魚啊 螃蟹啊 水母就是配角 那你的形狀可以不要抓太大 你可以稍微小一點點 不要變成說啊 我鯨魚很大隻 啊我螃蟹也要很大隻 然後我的魚也要很大隻 這樣可能整個比例看上去 就不會像這部畫那麼的這些 對 畫面就會有點太過滿了 然後在剪處序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一定要到 照我們原本畫的那種樣子去剪 我們可以也是自由的發揮 這個跟畫畫不一樣 就是我們在邊創作邊畫的過程 我們還可以有另外一個方向可以思考 像這樣子把它合成一個水母的形狀 嗯 然後就可以先把它們身體 跟頭的部分先把它先貼合了 那我們一樣貼合了之後就可以在畫面上 自己去做擺放 看是想要放在這個位置啊 還是放在其他的位置 這都OK 都很自由 那我再來做另外一個水母 不一樣的顏色 甚至大小也可以不太一樣 比方說我們設計的已經貼上去的第一隻水母 相對的尺寸比較大一些 那我們現在在剪第二隻水母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它做得比較小一點 比較可愛一點 所以圖案的設計呢 你都可以發揮你自己的想像力 甚至你想要它什麼顏色 它就可以變什麼顏色 我們在學畫的過程啊 就是一定會碰到海底世界這個題材 那也是很多人在畫暈染的這種過程 就會覺得很挫折 就會覺得我怎麼暈 然後這個顏色都不是我要的那種感覺 所以用這種剪貼的方式 你就可以先暈染好自己想要的顏色 那如果你覺得這張紙我染得不夠好 那我可以再換下一張紙再染 就不會怕說我們已經畫完了 然後要修改 沒有辦法修改的這種狀況 好 我現在把兩個水母都已經做好 就可以再貼 繼續我們剪貼 那水母我想跟鯨魚有不同的方向 這邊你確定好位子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上一點點的澆水在背面 或者是用雙面膠的方式 這樣它觸續其實是可以不用完全被貼死 有點懸空的感覺耶 也是蠻立體的 看我們就把它黏上去 然後兩隻水母顏色都是不一樣的唷 然後繼續來黏其他的海底生物 比方說像是魚游泳的方向你也可以不一樣 然後你覺得哪邊可能比較空洞一點呢 我們都可以剪 剪下來其他的海洋生物 去彌補黑色的地方 好 當我們就是畫面這樣子之後 那我們會看看說 好像這裡還空空的 對 還缺了什麼 那我們再來繼續創作 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不一定要全部就是一次剪完 然後再做排列 覺得這邊好像可以再做一點珊瑚礁 那可以利用就是 我們剛剛暈染就是有這種 直線條擺邊的地方 我們來做它海底底部的一些構造 好 我們大概畫了一個像這樣子 地底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像是膠岩的部分 膠石的部分 你也可以利用我們色紙呢 直邊的地方來做創作 這個創作這樣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再去修整它 這些不平的地方 好 先把它貼上去 而且你想要的面積大小 其實也可以用 拆剪的方式把它剪出來 比方說你可能想要 比較陡一點的膠石 或者是你想要比較平緩一點的 這時候呢你都可以自己去拆 好 好 那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還有很多個不同的顏色 可以去做運用 我們就可以來剪一些珊瑚椒啊 或者是植物類的作品 像老師這邊其實還有做螃蟹啊 或者是 像是水草啊 然後海鮮啊 對 有沒有 可以利用一些剩下的一些紙邊啊 然後來看看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動物 都可以 比方說你可能覺得這畫面看上去呢 還是有點空空的 你就可以像老師這樣子 去 稍微再去幫它補充一下 你可以多剪一些繽紛的海星啊 甚至多剪一些五顏六色的水草 把它黏上去 這個創作可以就是邊剪啊 然後去邊想 沒有一定的樣子 所以我們可能在創作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突然又有其他的靈感也不一定 所以小朋友其實在玩的時候也可以跟爸爸媽媽呢 稍微商量一下 想像看看呢 海底世界會出現像什麼樣的一個生物 讓小朋友動動腦 然後爸爸媽媽也可以在旁邊呢 跟著一起動手做 一起完成我們這一副呢 海底世界 金魚漫遊的畫作 好 我們已經差不多把其他部分都剪完 那我們就把最後的部分先黏一黏 那還有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牛奶筆啊這種就是白色的筆 然後幫金魚畫上眼睛 那甚至你可以就是讓金魚是在海平面之上 那你就可以畫出它噴水的樣子也可以 然後利用這樣的方式 在海底做一些點綴 甚至也可以畫一些泡泡 也很夢幻 這樣就是一個邊剪邊畫的一個創作方式 嗯 就是很漂亮 這就是今天我們杜杜老師要教大家創作的 也是利用渲染的方式呢 讓顏色直接大海當中渲染開來 然後呢金魚呢在海洋裡頭不斷的游泳 旁邊還有小魚螃蟹海星水草去點綴 其實整個畫面呢就真的很好看 很浪漫也很豐富 不管是放在家裡或者是送給朋友都可以 我們謝謝杜杜老師 謝謝 好那杜杜快樂學同我們下回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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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湯 母湯 晚安 你的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